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 少了电影档的争锋 此消彼长成了聚集的天下 而在8月交出最好成绩单的 当属以家人之名这部充满话题感的青春剧 豆瓣8.6高峰开局 自播出以来几乎横扫各榜单收拾冠军 收获好评无数 当初看预告时 我就有预感 这句肯定要火 俩单亲爸爸带三个小孩 共同生活的设定 新鲜有趣 看没有血缘关系 如何缔造清情的牢不可破 温馨治愈 成片出来 很多人都常舒一口气 原来我们也可以拍出自己的 请回答1988 原来我们也可以讲好一个 关于家的故事 倘若让我来安利以家人之名 无非两点 一 烟火器 国产剧向来以不接地气闻名 看那些职场剧 动辄就是金融圈时尚圈 初出茅庐的菜鸟女主 就能在北京租个大平层样板房较穷 观众看了半天 只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十万八千里 以家人之名 讲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家长里短 这也应了宣传语上所说 三娃两霸 烟火人家 老霸之一 李海潮 妻子因为执意生二胎而去世 留下他和女儿李尖尖 相依为命 李霸开了一家面馆为生 没什么文化 有的是一颗方圆十里都知道的热心肠 这也是他决心领养 与自己非心非故的贺子秋的原因 李海潮的人生就是围着灶台 围着柴米油盐打转 最幸福的事 就是孩子们能吃得上一口热饭 记得家的味道 更好的是 这位老爸把快乐教育贯穿到底 不求孩子有多成就 不把自己的标准理想强加给孩子 只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长大 这个夏天 李海潮成功顶替下东海 成为网友们心中最理想的老爸 老爸之二 林和平 和李海潮是邻居 但比起海潮 他是那种很传统的父亲 沉默 忍让 强大 因为当警察常常顾不了家 和家人内心疏远 相敬如宾的状态 是如今很多家庭的缩影 他心里的底色是苦的 小女儿因吞咽核桃窒息而死 另一个家分崩离析 他独自带着林霄生活 不懂得如何和孩子进行沟通 常常以加班来逃避 好在有李海潮 承担起这个家母亲的角色 给了孩子们最多的关爱 两个爸爸 一个婆妈 一个嘴桌 三个孩子 大哥林霄 早熟寡言 二哥贺子秋 懂事傲娇 小魅力尖尖 乐观鬼马 这种搭配不仅有趣 其实也传达出一个令我很感动的概念 我们不再只以血缘定义家庭 不管怎样 爱最大 二 细节 还记得当时看请回答1988时 差点以为是一档美食节目 双门洞几户人家的情谊 就在这一日三餐里建立起来 以家人之名 烟火器可不单单是设定 更是细节 美籍必有的 一定是李海潮在自家厨房里忙活炒菜 柴米油盐的用料 肉眼可见的减少 再是一家人围坐在圆桌前吃饭 赫子秋因为是领养的 小时候总有股寄人篱下的懂事 他会把肉放进妹妹碗里 自己只吃菜 李海潮见了 立马把肉夹在孩子碗里 一来二去 关心也能尝得出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楼上林和平一家 夫妻俩每天吵架 林小只能吃泡面 李海潮看不下去 于是李家饭桌又多了一双筷子 到后来林和平离婚 和李海潮就着小菜喝酒交心 这劳不可分的五口之家 真可以说是一口口吃出来的感情 全剧最打动我的情节 当属第四集里 赫子秋的二姨来家里吃饭 赫家穷是自卑的源头 赫子秋的母亲赫梅做的事 是二姨抬不起头的心结 赫梅因相亲认识李海潮 见他人好把孩子丢给他 借了钱一声不吭断联 李海潮最后不计前嫌的 把赫子秋接来抚养 所有人见到赫子秋 都忍不住高高在上地教育他 你得知恩图报呀 你妈不要你 你要不懂事 小心你爸也不要你了 二姨跟赫子秋说的话 字字也戳在观众心上 更何况是如此爱儿子的李海潮呢 但他没法说 没法阻止二姨越过他教育子秋 因为他说到底不是亲爸 只是几杯怒酒下肚 老好人也有不能忍的时候 李海潮在这一刻 爆发了长期以来的积怨 生的亲还是养的亲 没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 父亲爱孩子 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光是李海潮哽咽不止 我也难以自持 国产剧能迸发出如此有力的瞬间 实在难得 但随着两个哥哥高考结束 选择出国留学 一走九年 画风也突然开始变得有些奇怪 热搜是越上越多 评分反倒一路下滑 跌至七点二分不说 口碑也崩盘到两极分化 高开低走怎么成了国产剧绕不开的魔咒 演员还是那个演员 但家却不是那个家了 家庭剧演着演着 大多会面临相同的问题 那就是没事 换句话说 单凭家长里短 根本无法支撑 国产剧动辄四五十级的体量 该聊的话题都已经聊干了 什么单亲家庭 二胎 重组家庭 高中生活 暗恋明恋 本就不是家有儿女那种 可以演无数级的情景戏剧 以家人之名 高中生活结束 还有三十级美眼 一家人也和和睦睦 还能有什么情节呢 没错 左腰的母亲们登场了 说来奇怪 整个剧里 没有一个正常的母亲 灵霄的妈 陈婷 小女儿死后 自己也陷入自责里 她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开始折磨丈夫和儿子 找茬挑刺 崩溃杂人 最后丢下儿子离婚 陈婷远赴新加坡再婚 生了一个女儿后 以血缘之名 道德绑架 林霄任妹 又因为在新加坡出了车祸 害得林霄 不得不前往新加坡读书 照顾她 同样的情节 复制粘贴 就是赫紫秋 在父亲的道德绑架下 去英国读书的原因 赫紫秋的妈 赫梅 当初不听家人劝告 嫁给了二混子赵光华 离婚后 发现自己怀孕 还是执意生下孩子 实在养活不起后 经人介绍和李海潮相识 随后把赫紫秋 托付给李海潮 自己去深圳寻找新的出路 一走就杳无音讯 抛家弃子 冷血绝情 还有李尖尖两个闺蜜的母亲 一个控制狂 一个虚荣怪 前者女儿到了25岁 还在逼她考公务员 为她收拾一切东西 后者为了脸面好看 谎称自己开网店的女儿 在博物馆工作 对女儿亲手做的礼物 嗤之以鼻 更奇葩的 还有老一辈的妈 比如陈婷 以老卖老道德绑架的母亲 比如语举教育子秋的二姨 还有那些嚼舌根的婆婆妈妈 说好的家长里短 编剧能看到男人的苦和好 却看不到女人的付出和辛苦 光是陈婷那一块 我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无语 自己为了家放弃事业 小女儿却这样没了 林和平始终拿加班做借口 林沟通 典型的丧偶式育儿 他不封谁封 甚至林和平和李海潮的奶爸组合 不也是换层皮的丧偶式育儿吗 林和平给了生活费 就基本上当甩手掌柜 做饭做家务 陪伴以及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 都落到了李海潮身上 想想三世而已 霸占完上个月的热搜 被骂得最狠的是谁 不是出轨的许幻山 不是脚踏两只船的梁正贤 却是被冠以绿茶之名的林游游 甚至连演员张月也连带着受罪 对女人恶意最大的总是女人 以家人之名一开始上热搜 话题都是被陈婷气死 林萧家女性三代好气人 无一例外 女人们再度背上骂名 负责推动剧情发展 只为让林爸李爸的小家更加团结 包括李尖尖 剧里反复强调的 都是她不需要成绩好 两个哥哥愿意养着她 好在主角光环 没有让李尖尖真的成一个废柴 艺术光环加深 还是有自己的事业 可那味总归是不对 剧情越往后面走 崩得越多 除了可怕挑适的女性角色 车祸住院亲人 也是频繁使用的妙招 陈婷车祸 贺子秋车祸 林萧外婆去世等等 都让我看到了巧合的狗血在距离乱飞 再有感情的细节都挽回不了情节上的崩塌 更何况 出国九年后两个哥哥回归 开始了对李尖尖的爱情争夺战 家庭剧变成狗血甜宠 哪个观众不崩溃 有些观众其实挺吃林萧和李尖尖这条爱情线的 因为编剧不是在前面没有铺垫 比如林萧小时候救过李尖尖一命 两个人互相败了天地 算是娃娃亲 长大后李尖尖不满林萧拍她 说打傻了你娶我呀 林萧没有反对 而是说我娶你 而且九年不回家 虽然有点扯淡 但的确 再亲密的关系 在时间的分割下 都会有陌生和不熟悉 走的时候 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少年 回来时 已经是三个试婚的青年男女 可再多的细节 都无法让我 嗑这对CP的糖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 这和家有儿女演到最后 流星娶了下雪 有什么区别 可以想象 编剧也是为了 照顾观众的口味 毕竟在这个时代 甜宠才是王道 虽然平分下去了 热度那是肉眼可见的 蹭蹭上涨 只是我们屡一屡 林萧和李尖尖这对爱情线 别光看那些甜到厚的 强行发糖 林萧真的爱李尖尖吗 还是只是一种习惯和执念 林萧在剧中 是典型的高智商学霸 这样的人 面对自己妹妹的闺蜜 长达九年的暗恋 甚至现吻的表白 无动于衷 不解释 不拒绝 还利用这个闺蜜 窥视妹妹的一举一动 直到回国 这种绿茶行为 性别一换 骂声过万 而且林萧回国的姿态 不是来报李家的恩 不是来解释他为何九年不回 甚至你都感受不到 他对李海潮有什么感情 一颗心只放在聊李尖尖 阻止妹妹交男朋友 没事就摸摸手 还要让妹妹向自己撒娇 一声不吭 就要住到妹妹家对面 李尖尖看个牙医 摘下口罩 都是自己哥哥的脸 最后趁着妹妹睡觉偷亲 完了 逼李尖尖和自己试试 换成你是李尖尖 你怕不怕 把宋威龙那张帅脸换掉 你能不能忍 李尖尖这个角色 为什么喜欢林霄 暂时我也没找到什么理由 但看两个人确立关系后 林霄的反应 第一时间是要求李尖尖 和小哥保持距离 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人设得崩 果不其然 林霄病了 上了热搜 在新加坡的那几年 他的确是受尽了折磨 但同时 他也越来越像母亲陈婷 他们都是病人 都有明显的抑郁倾向 睡不着 无法社交 精神不稳定 他对李尖尖的战有欲 是溺水的人抓到救命稻草 管他三七二十一的依赖 这是爱情吗 即便编剧营造出再多的粉色泡泡 我都难以感到两个人是甜的氛围 有的只是一种无力的幻想中的救赎 尤其李尖尖还一口一个歌的叫着灵霄 贺子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炮灰 毕竟在演员表里 张新成也不过是个特别出演 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部披着家庭巨皮的甜宠剧 同样是讲没有血缘的兄妹故事 多年前的日剧《流星之伴》 其实做得就很好 剧中的二哥对妹妹 也同样有着隐晦异样的感情 只是他选择了克制 这个才是不洒狗血的现实 比起火花一样闪烁未知的爱情 更应该珍惜的 难道不是长久守护彼此的亲情吗 遗憾留白的情感 有时比真正在一起 来得更让人回味 以家人之名行不轨之事 是一位网友的评论 这部剧完结在即 虽然越到尾声 越有些许不尽人意 但不可否认 在这个夏天 这部剧有点像清凉的气泡水 给了我真实的笑语泪 我也愿意向所有人去安利它 只是从这部剧开始 我希望有更多的制作方能够意识到 这个偌大的电视剧市场 爱情不应该是全部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视角 更丰富的题材 更真实的情感 与更打动人的故事 本期话题 你能接受没有血缘的兄妹在一起吗